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討論一下SAMLAP的基本知識 今天這條影片會和大家討論一下Behaviors 其實在SAMLAP的SAMLAP中 你可以看到有三個大類別 Input、Output和Behaviors Behaviors其實不會有一個實際的SAMLAP BLOCK 它是一些在APP中使用的運算 如果我們說到一個編程的話 通常我們會分類為Input、Output 即是有些數據輸入、輸出的東西 例如燈,但你中間也會有些運算 運算的Behaviour是類似什麼呢? 可能是有一個Input的數據進來的時候 那我要怎樣才能讓這個數據 可以營造到一個環境上的東西 例如我今天想說光源要暗的 那我怎樣才能拿到一個LICENSOR的數據 然後把它定義為暗呢? 那你會有時需要用到這些運算 或者這些Behaviors的東西 如果我們按到SAMLAP的Behaviors 我們其實已經看到有8個Folder 這裡是灰色的,這裡全部都是Folder 我們看到這些Folder 其實它是Number、Switch等等 有不同的功能 我們先跟大家說一下Number 第一件事 Number裡面也會分開六件事 那這六件事是什麼呢? 其實它主要將會和數字有關 這條影片會先跟大家說一下Number Number這件事 我們一開始就戰爪50 那是怎樣呢? 其實它主要是會給你一個數值 因為如果有時候我們是0-100 我們如果是0-100 例如LICENSOR這些 本身已經給你0-100的數字 那你去控制0-100的東西 其實你根本不需要用這個東西 直接連接它就可以了 例如LICENSOR 連接這個LGB LED 因為大家都是0-100的 那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東西去控制它 你只能收到什麼數據 就直接發出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說 可能是一個Button 因為Button的話 它推出的數字 不會是0-100 它推出是0或者1 0或者1 即是開啟也關 但是我開啟的時候 我當作用Button開啟燈 我按按鈕 那燈要啟光呢? 要啟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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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就需要 用Number去控制 即它會給你一個數值 你可以在裡面設定一個數值 你去做一個控制給它 是的 我們看到 其實把這個NumberBlock拉出來 我們看到左邊有一個點 右邊也有一個點 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不會是編程的 開始也不會是終結 它不會是Input 也不會是Output 所以它前後也可以有一個連接 它會是一個編程的中間 我們現在嘗試玩一下這個NumberBlock 看看會怎樣 我們先打開一個LED燈和Button 我們先把這兩個都連接了 如果大家不清楚怎樣連接 可以看看之前的教學 現在連接了 我們可以先把一個Button和一個LED拉出來 好 如果我先不把它連接 我先把LED連接到它的Button上 其實我現在按 這個就是直接上100 這個光度是100的光度 因為中間沒有任何東西控制它 那那光度0和1 它就會直接從0跳到100 那光度 我不按按鈕它就不會亮燈 我按它就會亮燈 如果今天我想說 我的光度不想要這麼厲害 我不希望它的光源這麼強 我想它更暗 那可以怎樣呢? 你就可以在中間加插這個行動的數字 你要把一個數字塞進去RGB LED 其實這個用意只是告訴你 如果我按這個按鈕 按鈕就不會那麼光亮了 那其實呢 大家可以看到已經沒有那麼光亮了 現在只有50 那你會看到為什麼我按鈕之後 我放手不會關掉的呢 因為當你按鈕的時候 它就直接賦予了50這個數字 給這個LED 它就不會變回0 它不會說你放手就變成0 它一按鈕就直接給50這個數字 那如果你想關掉那怎麼辦呢 那你就在這裡 按鈕 按鈕 然後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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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在設定中調整50 然後我再按一按 它又會再開 但它不會關掉了 它會一直開 這個有一點類似Switch等等的東西 或者你可以當它是一個控制器的東西 這就是它Number的用法 今天這條影片就暫時到這裡